穿越大秦的文科生 第26集 大王 大王 这是赵国送回的书信 是关于赵阔的言行 韩非温正 子曰 一同 曰 一王天下 车同轨 书同文 行同轮 才公庸 其国名为首席 可知也 韩非温一同者 子曰 秦 不论是寡人还是秦国新族 只是想要占据更多的城池土地 让秦人得到更多的奴隶和财富 这将天下并为异果的想法 可从来没有过 格局小了 格局小了 我一生的志向 是辅佐秦国成为最强大的诸侯 我最狂妄的想法 也不过是让秦代替周王室让诸侯服从 昭阔的思想竟然如此超前 我竟有些自卑 为什么这样的贤人在赵国而不是在秦国啊 寡人要对赵国用兵 马上让武安君来见寡人 赵王不交出马夫君 寡人就凭了邯郸 大王 秦国刚刚结束了数年的征战 将是疲惫 现在秦国需要的是休养啊 您觉得马夫君说得大一通 怎么样 他想要让王在天下各地设立郡县 由王来直接委派官吏进行统治 不再有诸侯 不再有战争 秦国会成为唯一的国家 所有人都会变成秦国的百姓 陈一时也说不出来 荣臣缓一缓 荣臣缓一缓 素素派武士去赵国 在各地尽全力保护马夫君 不许让任何人伤害寡人的马夫君 是 是 继续搜集进入马夫君的言行 全部送来咸阳 是 是 将马夫君的言论送去超写 送至秦国所有秦力的手中 让他们好好学习 是 是 三省六部 没错 在国相之下设立 五行兵力功力 六部 这就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方面 都概括进来了 信陵君是不是得罪你了 你将国家的大事分成六部来管理 那还要国相干什么 你这不是要架空信陵君吗 国相同名六部 怎么会架空呢 那请回答我 出国为什么都害怕犯军 犯军 我怕他个毛 个诸侯害怕犯军 并不是因为他阴险 而是他一个人 就能将国家的农师立志 用兵户籍等式 处理得井井有条 虽说 秦国在这些方面 拥有制度的优势 可是要做好 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犯军成为国相后 秦国虽不断对外用兵 可秦国的户籍 却越来越多 粮食产量不仅反增 军械装备愈发精良 这才是犯军的可怕之处 如此一来 相位被削弱 国军可以越过国相 直接插手各处政 如此变相增强国军的权力 那他还会尊重自己的大臣吗 如今赵国官力选拔 是通过剑举 学士游说 招贤 军功任子等办法来进行 可是这些办法 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 太散漫了 若是我们能将它定型 比如一个有十万人的城池 每年都必须要为邯郸 举荐三位贤财 由中卫探查之后任用 国家就不会再缺少 可以任用的闲人 我有点晕 让我先还一还 至于学士选拔 我认为秦国的办法 是最好的 我们一定在赵国 设立学士 邀请天下有名望的学者 招收子弟 为赵国培养人才 还有军功选拔 在赵国 也是可以施行的 尤其是对有功地方的小吏 必须要进行提拔 至于游说贤财 入罩为臣 我们上居一人 就可抵千军万魔 老实声言啊 我我我都要记下来 不过 吏之的重要之处 不只是在王宫里 更多的还是在城池相野之间 赵国的吏 都是县令聚首的时刻 是他们的眼前 不懂得治理地方 只会鱼肉乡里 这就是赵国愈发孱弱的原因 所以 对于官吏的监察 必须要执行的 要找出那些 祸害百姓的官吏 将他们一一处死 老师 你是我的神 二位觉得怎么样 赵阔这意思 是要彻底改变 赵国所有的制度 从王宫到地方 从官制到监察 若是都能办成 这绝不逊色于 秦国的商鞅变法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先带老梁回去换一换 黄将军 当初商鞅即使得到了 秦王的权力支持 还是避免不了流血冲突 最后甚至是落到 身死的下场 前车之鉴啊 生命是我追求的 大义也是我追求的 这两样如果不能同时得到 那么 我会舍弃生命 而选择大义 我想带赵国的百姓 脱离苦难 这比我的性命更加重要 如果因为这样的追求 给自己招来灾祸 我不怕 孟子的舍生举意 我从前只是空捧着 圣贤们留下的主见 今日才知自己的愚蠢 我明日就面见上军 定会尽全力支持你 让马夫君寻查 赵国各地 国中有恶力 寡人让各地的郡守 宪令严查就可以 怎么还需要 马夫君亲自去探查呢 军县官吏与乡也官吏勾结 无视上军的亡令为妃作待 让盗贼头子来处置盗贼 您觉得结果会如何 老庞啊 将寡人亲爱的臣子 比作盗贼 寡人可不答应啊 上军想要吸纳更多的贤才 这些贤才赶到 邯郸的路途上 看到这些穷凶极恶的官吏 谁还会来啊 当初的荀子离开赵国的时候 跟我说就是因为 不愿与这些恶贼同伍 才必须离开 我哪有同意儿包他 寡人就一直想不通 荀子怎么会舍得离开寡人 原来是这些盗贼的原物 这些小壁崽子竟敢逼走寡人的贤才 好 让马扶君去清查 遇到我立即刻斩上 在赵国踏上寻查之路 一腔热血的要改变赵国的时候 另一边秦伯的上下官吏 已经开始将他的言论理解被送 他不知道的是秦王对他已是势在必须 了 未经许可抵不是 比较 不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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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